看這個鍾嘉斌呢 今天跟周萬藍秘書長的對話 他說他就是要逼他講說 藍軍跟藍軍藍尾加綠 白尾 的議事過程是有瑕疵的 但是釋憲文其實裡面就說 雖有瑕疵 但是呢 難為以完全背離公開透明原則 對 他其實這個在講的就是說 沒有記名投票的問題 用舉手的這樣子 他就說我不認為有意識瑕疵 然後他就槓起來了 他說 鍾嘉斌最後就說 那我也沒有你的辦法 他到底是希望怎樣 他希望這個秘書長擔任什麼 什麼校長還是什麼的角色 就要去罵這個 要去罵藍的立委 要去罵白的立委 是這樣嗎 我覺得今天這個會議 就是很清楚啦 他們想要趁勝追擊 然後私涉刑堂 繼續落井下石 然後繼續羞辱 就非常清楚 因為其實司法法治委員會 難道沒有別的主題 可以開會了嗎 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都知道嘛 我們對於下一週的會議 其實可能在今天 在通常是上個禮拜四 我們就會知道 要不然也會到 就禮拜五一定得知道 但是這一次司法法治委員會 在這個禮拜一的這個會議 我們是到大概 我辦公室至少到了 晚上七點我們還問不到 那其實今天是 我們有八個委員會 大概七個都是 這個地方的考察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 不但是有這個司法刑堂 而且有那種突襲的那種味道 那我們知道其實周外來 他就是一個非常的專業 非常善良的一個好好先生 那我覺得把他找去那個地方 我覺得真的是大可以不必 今天呢 其實大法官釋憲的結果 我想我們不是釋憲 結果不用出來 我們都已經知道 會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今天民進黨還要怎麼樣 如果說要自己自己 閹割自己的這個立法委員的權力 到這種程度 還要沾沾自喜 我覺得其實不以不以為然 好 那我們再看 其實我們現在講到 就是剛剛齊凱也講到說 哇 難道是現在喜歡這個 我們變成行政院的立法局了嗎 其實從上一屆看就是就這樣 那這一屆更甚為之 那如果說民進黨到這個樣子 還要再用這個會議的方式 來去羞辱這個周外來 來羞辱這個在野黨 我覺得其實在未來的 我們未來說這一屆 剩餘的時間當中 我想這個朝野 真的很難再繼續溝通下去 好那我們再來看 這是大法官釋憲 我覺得連我們的調查群就拿到 各位記不記得 我們其實在立法院 還有調閱權 我們連調閱權都沒有辦法行使 現在沒有調查權 我們每次想要調任何資料 不是不給 然後就是很敷衍 那再不然就是塗黑 我們連調閱權都沒有了 現在調查權也沒有了 我覺得把我們自己立法委員的權限 限縮到這樣 不要忘了 其實每一個立法委員 其實就是代議士 我們背負的很多民眾的 這個期待跟託付來到立法院 而現在雙腿一攤 什麼都不能做 我覺得這個是民進黨樂意看到的嗎 林卓水 他就在臉書上面批評 說本來立法院通過的 國會改革方案 只是讓立法院呢 由侏儒變成了高一點點 變成了矮子國會 沒想到這樣子呢 民進黨呢 也都沒有辦法這個接受 15位呢 親綠的大法官 成為了捍衛中華民國憲法的守護者 他覺得這個是非常吊詭的 整個的心理狀態呢 竟然虛弱到這種程度 因為過去的民進黨呢 是反對這個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啊 在這樣子的這個情形之下 到底就是接下來呢 國民黨準備在立法院呢 怎麼做 難道還要再提出其他的法案 再跟民進黨這樣子槓上嗎 然後賴清德總統呢 在違憲的釋憲案出爐了之後呢 就說了一句說 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到立法院呢 去進行這個國情報告 王慧薇說那你幹嘛 你來幹嘛 你來了之後呢 我們也不能對你詢答 你是向來直播的啊 不用這個多此一舉啊 大法官的這個釋憲呢 把這個立法院的調查權給拿掉了 就閹割了 不給立法院該有的權利 這個對於立法院在捐督的職權上面 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啊